想要先請教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退燒邀的 一個限購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一個初步的規劃 那另外是想要問說小三通 這次因為台商被排除在外 那我們有沒有擬定 相關的配套措施 讓台商可以順利返台過年 我想這樣子 先講這個我們教務指導署 召集這個乙溪安芬的生產的這個藥廠 那來討論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現有的庫存 到底是多少 第二個是未來他在生產原料方面有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 就是說有沒有狀況 那這些都要做事件的評估 那因為有好幾十家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做 聽聽他們的意見之後 再做整理 那目前是還沒有有具體的這個 說要限購的 這個措施 那目前還沒有 沒有就像這方面的這個規劃 或是說決定了 還沒有這個決定 那另外講到這個小三通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春節是屬於金馬離島居民 那他們的這個身份限制是這些 那 金門是一天一班 那馬祖是一週最多兩班 那至於說我們的臺商 臺深或者是臺胞要返回國門 其實我們現在現有的四個航點的機場都是有開放的 那我們跟民航局所查證的資料 現在都在各個這個日子都還有3到6層的空位 那可以這個 可以搭乘這個飛機回來 那所以我想目前如果要返臺的話 還是會透過這個我們原先四個航點 那坐飛機回來 好 想要的 有org嘍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